另外宜蘭是歌仔戲的發源地 為了讓各地的遊客在童韓節裡面來認識歌仔戲 今年特地在野外劇場安排了歌仔戲的表演 同時童韓節的CF廣告影片還安排了歌仔戲篇 今年請來了童韓節的主視覺設計師 以及金曲獎的得獎者蕭青陽 來擔任這一支CF的監製 文化局長林秋芳今天化身為仙女粉末登場 將歌仔戲帶入童韓節的舞台 並也強調今年童韓節特別在野外劇場 安排了歌仔戲的表演 不僅給予台灣戲劇館歌仔戲傳奇般的小朋友 表演的舞台 也讓各地遊客可以在童韓節認識歌仔戲 裡面的90%的演員都是小朋友 你看他比較長比較高 其實他還是國小跟國中的很好 那另外是我們萊蘭戲劇團 我們也培養了非常多的小朋友 今年呢我們首度把我們小朋友 唱歌仔戲 搬上我們國際大舞台來 那我想我們鄉親的反應非常熱烈 我們大概連演了四十幾場 每一個禮拜三禮拜六 早上跟下午我們會各演一場 那我想主要是文化局希望能夠把這個 歌仔戲的文化透過我們自己的大舞台 來分享給來自熱地的朋友 除了將兒童歌仔戲搬上童韓節舞台以外 今年童韓節主視覺設計師蕭青陽也特別擔任童韓節廣告 歌仔戲篇的監製希望為童韓節帶來更多新的元素 爸爸媽媽還有姑姑還有我的孩子都來 都來現場玩 可是他們都不理我都跑不完水 是個很開心 很開心可以今年來跟大家一起玩 但也謝謝我的好朋友 現場還有局長讓我來參與童韓節 希望明年我有機會你再來找我來 夏季長你要答應我們明年再幫我們好嗎 非常樂意 謝謝 兒童歌仔戲在童韓節的野外劇場 每個禮拜三跟禮拜六 早上十一點跟下午一點會進行演出 歡迎大家一起到場欣賞這群小演員用心的表演 也讓台灣歌仔戲的種子可以散播出去 宜蘭新聞記者劉耀珍 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